这段视频是江苏交警大队调出来的监控画面 可以看到 画面中一男一女两名年轻人正打算骑电动车离开 而旁边的老汉则将手搭在电动车的车把上 不慎悟出了电门 电动三轮车瞬间启动冲上了马路崖子 而老人也被突然启动的电动车直接带倒 后仰摔翻在地 此事正准备骑车离开的两名年轻人 明显想要下车搀扶 但还没等两人做出反应 摔倒在地的老人就伸出了自己恶魔一般的右手 指着两人大喊 你们壮人还想跑 不能走 两人此时想走走不了 想扶不赶扶 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 反被老人的家属赶到后 不由分说暴打了一通 为啥现在越来越多的老人开始不折手段 难道说仗着年纪大 法律不处罚就能泯灭自己的良心吗 这显然不合适 现如今老年人碰瓷讹人的事件 是越来越多 为了不劳而获 老人们仗着自己年纪大 身体雷弱 那是到处敲诈勒索 专门找茬碰瓷好人 有时候明明是自己摔倒 却非要颠倒黑白 冤往前来搀扶的好心人 不敲诈个十万八万的 根本不让走 让好心人心寒 而今天这起讹人事情 发生在江苏省肃谦市 事发当天是周日 小韩和自己的男友临时有事去公司加班 一上午将事情处理完毕 可来的时候好好的 回家却回不去了 回家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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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